近期,正当人们把视线的焦点转移到不断向北、南两个方向激动的旭政府军装甲部队时,该国东部沿河地带同样有着微妙的局势变化, 特别是由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攻占河岸以北大片区域后,一场有预谋的反扑正悄然展开,原来就在这两天,美国联军方面的战斗机,突然空袭了续军位于戴尔卓尔和霍姆斯省之间的几处据点,尽管后者目前早已无人职守,空袭也并未造成人员伤亡, 但美军这种毫无征兆的袭击,依然让人觉得一斗丛生,果不其然,就在轰炸发生后不久,一股从各地败退下来的极端叛军残余,所组成的极动作战力量,突然对巴尔米拉东南方向的T-3奔战地区发动猛攻, 续陆军立即对攻势予以遏制,才再度保住了这一战略要地,所以不难看出,美军与叛军这出双簧唱的不要太明显, 其借机向兵力上显单薄的续第五军团下手,一方面有转移阿萨德当局注意力的意图, 另一方面也在给叛军找一个合适的翻身时机,进而重新掌控该国东部的大片荒漠地带,无独有偶, 在去年旭政府军刚刚攻入戴尔祖尔省,多架苏25攻击机,追击逃亡麦亚兵的叛军残余时, 同样遭到了美F22隐形战斗机的突然拦截,后者当时频繁对旭军战机做出危险动作, 似乎不希望地面的小弟受到伤害,好在等到俄罗斯空军的苏35赶到后, 这两架F22才索然无,为了向东开溜,没有使双方的对峙进一步升级, 如今,眼看叛军势力日薄西山,美及其盟友无非想顾忌重施找点存在感, 可缺乏大规模地面部队支撑,只不过是卷起几朵浪花罢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